谈点国际动态变化纵观国内时事热点 观众朋友晚上好 这里是美男时事通 我是Clara 国商日周末即将到来 掀开美国夏季旅游的序幕 在经历疫情影响的一年后 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染病的数字呢也明显有下降 这些都是让最近美国的旅游业 有复苏的迹象 那请问各位嘉宾 这次的长周末是不是有外出旅程的计划呢 邵律师 刚好大概一年半都没有出去 那么刚好这个礼拜 就是接下来我们是避开这个人潮 所以我们礼拜一 打算去德州海边度个小假 两三天 陈克 我们可能准备去Austin 去度一下假 也是一年半都没有出门了 一直憋在家里 嗯 盖主编呢 也是啊 跟像刚才两位一样啊 我就是可能到周边的地方 比较近的地方啊 可能走一走啊 毕竟天气也不错啊 那另外那个我刚看到我们这个美南新闻记者啊 写的一篇这个新闻报道 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memory day啊 出行的人数比去年啊 这个美国出行的人数比去年呢 增加的是60% 这样呢就是说可以看出大家也确确实实啊 在家给摘坏了啊 都希望能够利用这个节假日啊 能出去散散心啊 另外一个是呢 这个汽油啊 也涨价了不少啊 但是呢 虽然是如此呢 可能还是这个这个大家出行的热情 还是非常高涨啊 另外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 也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说 今年这个RV啊 它这个这个供应啊 已经出现了短缺啊 好多人都在买这个RV啊 然后呢 这个据说有的这个供货 到了两年以后才能提货啊 所以说看来这个目前呢 这个很多跟旅游有关的啊 一些产品呢啊 也都是供应求的 嗯 没错 疫情呢 也使得人们在家的时间增长了 许多过去要出门才能进行娱乐 如今呢 都转成了串流的模式 特别是影视行业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逐渐呢 被Netflix HBO Disney Plus取代 想问一下盖主编 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2020年可以说是串流的影音的原言呢 这个也可以说是啊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疫情啊 所带来的一个 我们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宅经济 就是说宅在家里边所创造出来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增长 那我们看到目前美国这个三大的主流啊 这个所谓的影音市场啊 也就是说Netflix Amazon 包括Lulu啊 他们在去年呢都大幅度的增长啊 特别是Netflix啊 这个业绩非常抢眼啊 股价也是翻了几番啊 而且呢他这个这家公司呢 我们也知道啊 就是很多朋友都用过他的服务 很多年前他是靠邮寄这个 这个录影带啊 录影DVD啊 是靠这种服务来起家的 那后来呢就是通过自创的一些 自己的影音节目啊 影视节目啊 包括我们大家家喻户晓的纸牌屋啊 所以说这个得到了极大的成功啊 他一直延续着这个模式 一直往下走啊 到今天为止呢 已经这个是一家非常成功的 这样的一家公司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科技大佬啊 那他们也都这个纷纷的啊 就是说对这块蛋糕呢 也都非常的就是说 这个这个加紧不放松啊 包括Amazon啊 包括苹果公司啊 Apple啊 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很这个大型公司 甚至一些传统的媒体呢 也都在不断的转型啊 像这个这个流量媒体啊 就是不断的就是说加大投入 所以说呢 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市场的竞争呢 也是出现了这个 一个是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百家齐放啊 也是一个战国时代 Netflix可以说是这场大战 目前的赢家 去年一整年以来 不但是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股价呢还增长了23% 除此之外像是迪士尼公司 虽然是过到了疫情严重的打击 但是在去年开始加入 串流影音行业之后呢 收入大幅的增加 股价强势反弹来到历史的高点 各位嘉宾如何看待 串流影音这个市场呢 你们自己是否也订阅了相关呢 陈科 有 刚才那盖主编说到这个Netflix 这个串流呢 就完全是因为 它原来就有 这个疫情呢 是很大的这个增长 他刚才提到了这个Netflix 所以我们这个Netflix 要感谢这个Kevin Spacey 他这个纸牌屋 用艺人的力量 实际上是把这个Netflix顶上去了 当然又碰到了历史的机遇 这个疫情 使得大家宅在屋里 另外呢 就是说串流 他现在就Netflix 他现在不光是 就是说是美国自己的这个影视作品 就是说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视作品 也可以在这里头 其中就包括中国 中国的 你像上次我这个 在找这个叫白夜追凶 就是这个 这个潘月明的 白夜追凶呢 只能够在Netflix上面看到 然后这个Netflix 也就是说他布局了很多 但实际上Netflix 有很多批评 他是用这个公共的这个 相当于就是说用公共的这个设施 也就是我们的网络 来做自己的事情 当然了 因为现在是允许这样做 所以串流呢 实际上现在我们都用 另外呢 就是说像我们 有时候看一些这个 国内的影视作品的话 那你也只能够从串流上来看 对吧 这个所以呢 串流这个事情呢 属于一种不可阻挡的 这个这种进步吧 对吧 再加上就是说是 这个所有的这个疫情呢 电影院都关了 这很有意思的这个现象 这个AMC对吧 一直是股价很低 两个星期前呢 这个王健林呢 就完全出清了 他在这个 这个AMC的股票和退出了董事会 结果两个星期以后 这股票大涨了 今天 今天最高点都已经涨过 就是说是王健林花最高钱 买这个股票的这个 王健林在这上面 相当于他两个星期买的话 就亏掉一半的钱了 这个 他花好像是这个260亿买 那现在呢 就是说是140亿拿回去 那么如果他要再等两个星期的话 他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拿回来 还可以再赚钱 所以这个股票市场呢 千变万化 但是呢 这个AMC强势的这个回来呢 能不能夺回这个串流的市场 我呢 看就是说是非常不看好 因为串流实在是 非常的这个方便 那个另外呢 就是说刚才呢 你也讲了这个 Amazon这个 买下了这个米高梅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就是说这个 你知道电影 它是有个什么院线分成的 对吧 造就了很多这个高额的这个 影视明星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影视明星 好像是一代不如一代 实际上现在的影视明星 大家都差很多了 但是还要拿这个高薪水 所以Amazon这么做的话 恐怕呢 会就是说是 无形中打压 很多这种就是高薪 那中国呢 要出现薪令 Amazon这是市场呢 就直接就是打压了一些 当然肯定还是有一些 就是说是真正有流量的这个明星 但是呢 大部分的这些 其实没什么演技的这个 但是就是靠这个 小鲜肉啊 这个美女啊 来创流量的这个明星呢 恐怕不管是在美国也好 在中国也好 恐怕是今后呢 拿到高薪的这个 这个可能性呢 就越来越小了 回到这个串流呢 应该说呢 无论怎么样 可能串流还会有新的发展 但是串流呢 应该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 一股这个影视的力量 大律师 你的观察呢 我很认同大家的说法 我是说 因为过去我 我当时律师之前 我的前辈子 我也是属于媒体人嘛 在传统媒体上班 在电视台啊 我也曾经在报社 曾经也做了几年了 我觉得这个串流 这个东西啊 它是传统媒体死亡 棺材最后一个钉子 你就会 就是接下来我们这几年 你就会看到传统的广播 包括电台也好 包括电视也好 还有传统的电影院也好 当然不是说完全会死掉的 但是它 就是说因为现在太方便了 所以传统的像有线电视 这个Cable TV啊 基本上是会死掉的 基本上现在的电视台啊 跟那个Radio Station 它的实力是大不如前 那么现在这个Streaming Service 它比较属于战国时代 我们看到Netflix 本来是一党独大 但是后来其他的公司 看到这个饼就跳进来了 就像Apple啊 这个Amazon啊 什么这些 最近那个NBC Peacock也跳进来了 迪士尼啊等等 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说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他们会定这种串流的这个Service 但是很多美国人就是跟我一样 我也是觉得很混乱 到底要定哪一个 或者是要定几个 你定了一个 蛮便宜的 它比Cable TV还便宜多了 好方便 但是你会发现 缺了很多节目 你要看了某一个节目 你要定另外一个 但是要看这个节目 又要定另外一个 所以乱七八糟 结果你每个月的费用 反而比Cable TV更贵的 所以目前很多美国人 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 我可能 我可能是太爱好历史嘛 所以我这个事情 我自己会觉得 现在美国还有全世界的 这个媒体的环境呢 非常的类似 就是20世纪初 当年这个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 主要的是广播的radio 那么当时美国的radio的市场 也是一个处女市场 然后有很多凌乱的 这里有个电台 那里有个电台 但是是非常的乱 你知道吗 当年在1910年代 美国刚刚开始有电台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发明这个radio的人 叫马科尼 这个意大利人嘛 不像你们印象 他叫马科尼 那么马科尼对于radio 很多科技是有专利的 所以当时很多这个电台呢 是属于这个马科尼 在美国开了一家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是马科尼 他在英国 总公司在英国 那么后来不是爆发 一次世界大战 那么当时美国政府 暂时扣留这些电台 主要的是说 当年电台主要的是用 通讯用的 那后来战争结束以后 美国政府本来就应该把这些电台 还给马科尼 但是当时美国的 这个现在一样 美国有排外的这个旋风 很多人说 这些电台如果是外国人 所有怎么办 我们会被外国人洗呢 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决定 促进美国国内搞一个公司 把这些电台收购了 那么这一家公司 它是有这个 本来就是很多大的企业 像AT&T 还有这个Victor Victor就是那个唱片公司 他们就去搞一个公司 它叫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它简称是RCA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品牌 RCA去买了这些电台 然后建立一个 第一次的全国的联播网 这个联播网叫做NBC 就是我们今天 你如果有电视看 NBC就是他们去成立的 完全是一个垄断 RCA主要的是在生产收音机 那么收音机 你听了什么内容呢 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关系企业 NBC to produce 那么后来 所以NBC就是把这些 小小里里里拉拉的电台 收购起来了 后来NBC是大到 它分成两个联播网 因为它是完全monopolize 它有分红网跟蓝网 那么所谓的红网 主要的就是它主要的 那么蓝网是比较适要的 反正话说回来了 美国政府后来决定 这个垄断实在是太离谱了 所以强迫RCA 把这些公司都分卖了 所以蓝网变成今天的NBC 对不起 红网变成今天的NBC 蓝网变成今天的ABC 我们现在不是有个电视台 叫ABC吗 一直到现在它主要的颜色是蓝色 你们注意到 所以当年 也是刚开始是像现在 是战国时代 那么后来有很大的企业了 他们筹备了大资去合并 都变成垄断 所以我自己觉得 现在我们看这个 Streaming Service 我觉得吃早会变成一家两家大的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跟米高美有点关系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Amazon要购买米高美 其实米高美是在2010年的时候申请破产的 它目前为止 它的价值已经大不入钱了 它为什么值钱呢 是因为它的骗库 它买的就是MGM的骗库 MGM是非常有价值的电影 在它的包里面 所以我想就是各个公司 他们现在就是在墙 看是Apple买了谁的骗库 Amazon买了谁的骗库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样 我们是到这样一个地步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五年后 七年后八年后 你总是会有赢家跟输家 因为美国的消费者总不能说 同时要订五六个 这个串通的公司 太多了 你说是这样 是的 刚刚两位嘉宾都提到了米高美和Amazon 这两天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那就是有97年历史的米高美电影公司 被亚马逊以84亿5000万元的高价 给收购了 一方面呢 反映了影视业的衰落 一方面呢 也是反映了亚马逊 想在串通市场分一杯羹的野心 那想问一下各位嘉宾 米高美电影公司 是出品了什么样经典和快智人口的作品呢 大家主编 我个人认为和传统媒体一样啊 我们看到美国很多这个百年老报啊 这个报社啊 媒体啊 都纷纷的被收购啊 这是这个目前这个互联网冲击之下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们说这个目前呢 就像这个串流也是一样啊 它是对好莱坞的一个 一个直接的一个挑战 那就是相当于这米高美这种公司呢 虽然过去有一些娇人的业绩 但是呢 它没有与世俱进啊 在数字化的今天呢 它没有这个跟上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很 就是我们看到啊 他呃 这家公司当然我们也知道 也获得过几百次的 上百次的这个奥斯卡奥斯卡奖 而且呢 它拥有 刚才包理师说了 它就是一个片库啊 非常优秀 几千 几千部电影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上万的这个电视剧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用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一个数据库啊 所以说它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放在这里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Amazon公司啊 都做大以后 包括其他的一些科技公司 他们都纷纷的就是看好这块市场 这个Amazon知道 他把这个这个Prime 自己的这这种会员制呢 捆绑在一起 就是说你做我的会员 优质会员 我就给你一个相当于VIP一样的这种service 你来加入到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Amazon的这个 就是这个服务当中 那所以说呢 而且呢 我们看到这个Amazon不仅仅是电影上啊 而且还在其他的游戏 直播 体育啊 各个方面 它都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说 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 比较庞大的这样一个垄断的形式 当然这米高煤公司呢 回忆过来 大家都不陌生啊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 飘啊 是吧 沉默的高扬啊 而且这样一些非常好的电影 所以说呢 这家公司呢 跟Amazon的合作呢 我相信呢 就是一定能找到 它的一个新的发展的一个契机 亚马逊收购米高煤后呢 有助于亚马逊2011年成立的 Amazon Prime Video 与其他串流媒体竞争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的许多企业都开始订阅址 透过每个月收取定日费用 确保公司有稳健的金流 除了串流媒体出现这个现象以外呢 在YouTube也常常看到 各大博主呼吁观众 成为这个频道的会员 那各位嘉宾如何看待 订阅制这种商业模式的新证呢 陈科 在讲了这个订阅制的时候 因为订阅呢 就是说是给大家串流呢 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意思 就说我想看什么 我就订什么 对吧 刚才呢 包律师也讲了这个 就说是现在很混乱 因为有时候你想看的 你没订 然后又订 最后呢 订了一大堆 就是说这价钱反而贵了 实际上我是讲讲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呢 这个数字货币呢 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流行 我们今天不讲数字货币 但数字货币里头 有个叫做NFT的东西 对吧 这个NFT呢 就是说是现在呢 只在于这个艺术市场上 电影 他如果现在 Amazon的这个眼光是有一点远 他如果把米高美买下来了以后呢 刚才包律师讲了 他的偏酷都在那里 那么利用这个NFT在这里 别人是很难拷贝的 以后呢 就是说你要不付钱 你是不可能在这个网上看到任何的东西的 也就是现在拿一个手机或者拿一个录像机 到电影院去录下来 然后放在网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他加密了以后呢 这个没有人可以放 你只有付了钱你才可能放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NFT NFT加入到这个串流这里头 当然现在可能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但是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如果加这个的话 他们赚钱更是一家独大了 所以呢 他现在呢 把米高美买下来以后呢 他就拥有了这个米高美所拥有的 所有的这些编辑 那么加了这些 再加上以后的这些技术 Amazon估计就是说 以后从这里赚的钱啊 比其他地方赚的钱还要多了 那么因为Amazon现在有钱 所以他可以买下来 所以Amazon这一步呢 应该说呢 走得相当的超前 巴律师的观点 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话题 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讲一个小故事啊 就是说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是媒体记者 然后我们在台湾这个电视台 还算是美国CNN的邮台 那么CNN每年会有个年会 那么邀请来自全球 各国的这个电视的这个主管 来亚特兰大 他们的总部来开会 那么当时我记得 我去那个地方叫CNN Center 在Atlanta 去那个地方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奇言 但是呢 我发现在里面 在CNN Center里面 有很大一块呢 那个office呢 并不是CNN 它是Cartoon Network 卡通频道 就叫CN嘛 那么我也问了 CNN的主管 为什么Cartoon Network 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他说这个故事很好玩 他说当年我们的老板 那个Ted Turner 他并购了 刚好是米高美 米高美曾经是卖给Ted Turner 那么Ted Turner买了米高美 主要的是为了骗户 他要去搞一个 一个所谓的经典电影频道 一直到现在这个频道 还在Cables的价值上 那么后来Ted Turner是意外的发现 他买了米高美的骗户 他付了一个小礼物 是很多这个骗户里面的骗 是卡通 而且是经典的卡通 像Tom & Jerry 我不知道这些 中文怎么讲 就是我们小时候 都可能看过这些卡通 包括中国人在内 那么他看到 这么多的卡通 我那个Classic Movie 也翻不到怎么办 结果他在这个Cable系统 搞了一个卡通频道 专门就是去重播 这些旧的卡通 结果既然没想到 卡通频道的收视率 是CN的几倍 因为可以说 他赚了大笔钱 在Cartoon Network上面 那么后来Cartoon Network 当然就跟着卖给华纳 然后Cartoon Network 你今天如果打开了这个频道 你发现 他的大部分的卡通 是自制的 并不是播放 一些旧的骗户的东西 但是话再说回来 你说Amazon 买了这个米高美的骗户 那么其他的公司 也是一样 这瞄准的骗户 他主要的就是说 这些串流公司 他必须有内容 不然他卖了什么东西 那这个串流的这个趋势 一方面很好 很方便 对不对 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你想停 你想给他暂停 出去上个厕所 洗手间 煮个饭 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一天之内 把所有的影集 一个season都看完了 这是很方便 没有说的 但是我可能是一个老扣扣 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现在的人 他们只看 他们想看的东西 他不看 他不想看的东西 像过去 就是说电视垄断的时候 我们民众必须配合 电视台的时间 如果星期五晚上八点 要播放星际大战 哇 我们全家大小都在那边等 现在不是 你现在要看什么 就是看什么 而且现在是有 这个电脑的程式 有algorithm 他的费 他主要的是 会给你看的选择 都是 都是这个电脑程式 认为你会想看的 所以我会担心人 会变成 越来越呆的 对不起 我电话有点故障 我是担心着说 每个人是看他想看的东西 那么久而久之 人会变成很偏激 我不知道 我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说的清楚没有 比如说我是很爱看纪录片 我可以一整天的看个纪录片 我不爱看戏剧片 但是看久了 我也变成文化的呆子 是不是 多多少少应该接触到 本来就是说 应该多元化才对 但是现在的人 是看他想看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对于人的成长 人的文化 会有负面的影响 是这样 那该主编呢 您觉得这种订阅制的 上任模式 是您觉得如何看待呢 其实订阅制 跟那个传统媒体 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过去很多 这个报纸也好 杂志也好 好的东西 大家都愿意去订 但是我们现在 就作为这个串流时代 有人说 它是这个娱乐业也好 影视业也好 一次新的技术革命 那我刚才接着 这个包律师的话讲 包律师说 现在很容易让人片面化 那是因为 因为这些大的公司 科技公司 他们有一套 非常先进的手段 他在你看了这个电视 或者影视节目之后 五分钟之内 他就立即做出一个判断 他有一套 非常严谨的演算方法 他就知道 你这个人的个人情况 个人爱好 或者说是 对哪些方面 比较有兴趣 所以说 他有一套 非常精准的 演算的方式 他能够 这个target 他的这个目标市场 所以说 很多这个读者 很多这个观众 当你看完一个影视影片以后 你突然会发现 相关的这种 你自己喜欢的影片 都在下面 很容易选择 就像送上来一盘菜一样的 是吧 根本不用自己多加考虑 你就知道 这是我喜欢吃的 所以说久而久之 很容易让人的思维 出现一种什么样的 就是片面的这种 始终是喜欢这样的一个范围 或者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也想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串流也好 他最终的目的 都是要吸引人的attention 是吧 就是说根据一个调查 我们也看到 在这个疫情之前 说每一个人 就是说在这个影视上面 在网上停留的时间 大概是每天是20分钟 但是这个疫情开始之后 停留的时间 增加到一个小时 这样说 就是包括Netflix Amazon 甚至是AT&T 这种门外汉 都突然觉得 这是一个太大的市场 如果能够抓住流量 也就是抓住广告 抓住广告 也就是抓住所有商机 因此才造成了 目前这种情况 如果说订阅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凭什么要花钱 去看你的东西 用我们传统媒体的话来讲 还是说是内容为王 不管你是一样什么形式出现 或者说什么样的 这个技术手段 那我总是要看 一些这个高品质的东西 不仅是数量上要够 而且质量上也要优先 那您觉得 这种订阅式的商业模式 是否可以用在 我们的新闻媒体上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一些大的公司 就是大的报社 像这个纽约时报 这一类的 包括是个路透社 这样的一些公司 他们在推行 自己的新闻的时候 往往是 比方说 我给你这个月 我给你看三篇 可以是free的 但是到了第四篇的时候 它就给你关闭了 你必须要去订阅 这样的话 如果就是说 作为我们来讲 我觉得 这个纽约时报 或者路透社的东西 特别好 那我们就会花钱 我愿意花钱 去买你的service 但是这种情况 也有很多的 不利的因素 就是说 它一下子就阻挡了 好多读者 就是说很多的信息 我们说 你的新闻 或者是作为reporter来讲 它就是记者 我们就是来记录一个现实 记录一个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让更多的人知道 如果你的文章只能有 比方说 只能有300个人看到 而不是30万人看到 那我觉得 这个文章的意义就不大 所以说 这个媒体 在推广的过程中 还是存在很多的困难 包括 目前我们在娱乐业 出现的这种情况 肯定也是要靠自己的 非常强硬的一个内容 来做到订阅的这种目的 那包理事之前是 从事媒体行业的 那你觉得这种商业模式 是可以套用在新闻媒体上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 刚刚该主编讲的很对 现在我们新闻界最大的问题是 不管是报社也好 电台也好 电视台也好 我们都是财路都被断了 过去这个新闻媒体 为什么会有预算呢 就是因为报纸或电视台 电台他们有卖广告 我还记得我刚开始 当平面记者的时候 有主编来问我 我说Jason你知道广告 你知道新闻是什么吗 我说什么 他说the words between the ads 就是广告之间的那些字 就是这样 那么后来就没有广告了 没有读者没有广告了 现在电视台也是广告 越来越少 虽然是还没有完全死了 但是他的内容已经变了 他已经不是在纯粹的报告事实 你会发现 你如果打开让他一个台 CNN也好 Fox也好 MSNBC 他们都是在吵架 三个人在一个房间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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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 这个才是有一点点的收视率 但是这个收视率远远不到卡通 要记得 所以用订阅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强救媒体 我认为不是了 我认为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因为我们就看到 在现在还可以看的美国的报纸 只剩下华盛顿有报 纽约时报 那么这两个报社都是有所谓的paywall 就是刚刚刚主持人讲的 你可以看到三篇五篇 后来就要付钱了 那么过去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都是可以看得到这两个报社的文章 为什么呢 是因为各地的local的地方的报社 他们会付钱给纽约时报 和华盛顿有报 他们有一个new service 所以过去你如果在达拉斯 我看的是达拉斯早晨报 但是它里面会转载 很多华盛顿有报的文章 纽约时报的文章 那现在这个是没有的 没有的 你要看华盛顿有报 就是要看华盛顿有报 你每个月只能看的那三篇五篇 所以会造成说 大部分的美国人就不愿意花这个钱 所以你一个月 你看有品质的报道 就是那三篇五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么再来就是说 电视台呢 我知道Fox News 它是有一个streaming 是一个streaming service 它最近开始推出 我是没有定的去看 因为我觉得Fox News已经够难看了 还看这个东西干嘛 但是呢 他们的确是在做experiment 他们是在测试 我自己觉得如果美国人 如果不是说美国人 全世界的人 如果你看的新闻 就是你选择来订阅的 你选择来 你自己花钱来看的 那么社会会变得更偏激 为什么呢 其实现在不花钱的都已经是这样 右派的人看Fox News 左派的人看CNN 没有一个比较中立客观的一个台 那么看的人越看得越偏激 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像过去传统的媒体 比如说ABC News 这很好 ABC本来是一个综合性的联播网 它卖出去的很多的广告 而且广告并不是限制于新闻时代的广告 它是看它全体的这个广告的费用 那么这个广告的费用 多多少少会弥补这个新闻部不赚钱 这个问题 这是过去的模式 但是现在的模式 每个联播网都是被大的财团埋下来 ABC是属于迪士尼公司的 NBC本来是属于奇异电器的 那么CBS 那么这些大的财团 它的董事会 它开会的时候 它就是要看到数字 这个新闻部到底创造了多少的利润 如果没有创造利润的话 给我裁员 所以目前这个新闻业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强作的新闻媒体 我是非常悲观 我目前看不到什么现象 我也很担心 还有一个 我讲快一点的就是说 我不要讲新闻了 我们讲体育台 美国本来最大的体育台叫ESPN 对吧 那么ESPN也是被迪士尼的并购 它是属于迪士尼集团的 但是最近美国的职业的 就像职棒 Major League 还有NFL 就是美式足球的职业联盟 他们自己去搞一个streaming service 一个直播的台 那么他们不败他的画面给ESPN 你要看职棒的话 你就是看我们MLB的台 你要看NFL 就是看我们NFL的台 那么他们一样会有体育新闻的 也是有talk show 什么的 但是你想想看 多多少少那些主持人不敢讲话 因为他的薪水是MLB付的 所以这会造成一种1984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是体育界了 都已经这么可怕了 而且这个事情是正在发生中 所以我认为新闻也很可能会 沦陷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是非常的危险 我很感谢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那纵观疫情对人民生活 产生的这些影响 各位嘉宾觉得会不会在疫情过后 就消退 或者可能长久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陈柯 肯定是长久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个疫情发生到现在 从2020年的1月份到现在 已经一年半了 一年的时间里头 我们经过春夏秋冬 实际上一个人 就是说是你能记忆的 就是说最前纪议的 就是在最近的这些事情 所以相当于最近的这些事情 你从开始的不方便 然后变成习以为常了 所以应该说我们很多的生活方式 包括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 看电影的方式 看新闻的方式 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当然了疫情一打开了以后 我们还会就说是兴高采烈的 回到原来的某些生活方式 但是你会突然发觉 发觉你会因为叫做有一种陌生感 我们大家就变成自己的亲人 几个月不见 半年不见 一年不见 你会有陌生感 同样的你的生活方式 当你回来的时候 你也会发觉 我不是这样干的 因为你这个一年半 都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应该说这个疫情 从我们的消费的习惯 生活的方式 疫情过了以后 我们都会延续 我们在疫情当中 所遵循的某一些规矩 然后慢慢的习以为常 而过去很多疫情之前 你认为是习以为常 天天做的事情 很可能一去不复关了 好的 戴主编 对 刚才陈兄说的很好 我们就说有很多东西 就是说没有尝试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还是这个约定俗成的 大家都觉得很正常 很自然 但一旦被这个外界因素 所被迫的去做了一次 或者说是这个突然发现 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生活 那就是作为一个行业来讲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 也就是说这个streaming service 一旦在这些公司里边 这个形成以后 形成一种模式以后 特别是就是我们去年 我们看到一部电影 叫华木兰 对吧 迪斯尼一直准备在线上 电影院里边播放 但是疫情缘故 一直被迫推迟 到了无法再 不能再推的时候 他于是就是自己上线 突然发现自己多挣了两个多亿 而且也不用给电影院来分成 所以说他一下子尝到了甜头以后 这也是打开了这个行业的 怎么说呢 一个行规了 也是引发了这个今后很多的这种做法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 很多这个老的这个电影影视剧 包括这个我们最喜欢的这个Friends 是吧 这个中国翻译六人行 甚至包括沉默的羔羊 他们将来都会有续集 而且都放在这种线上 另外一家公司 重新给他做一些包装 重新可以这个有新的收入进来 这是非常可喜的 也就是说过去的影片 过去的一些老的古典的东西 他就在今天这个市场下面 能够重新这个焕发出青春 又有活力 那我作为个人来讲 我们还是就是觉得疫情 从去年开始到今年 有很多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比方说很多行业 不太需要一些商业楼了 是吧 就觉得可以在家办公 或者说是可以找一些 更方便的一些方式来办公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从行业来讲 从个人来讲 很多东西都是这个经过了这次疫情 可能都会延续下去 大理事 我很认同两位的说辞 就是说我们这一年多了 本来就不习惯做的事情 现在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没办法 那现在都已经在做了 就像当年 你想想看 当年我们怎么接受新的科技 像当年没有手机 后来有了手机 手机就是讲电话而已 它没有其他的功能 后来发明了 你可以打短信 用了手 后来刚开始打这个短信 我就好麻烦 谁会浪费 谁有那么多美国时间 在打这个短信 你看九二九之路 天天 这是我们天天通话的一个方式 现在 所以我觉得 就是疫情期间 大家用streaming来收看 而且是用手机来收看 这是一定是常态的 那么甚至我觉得现在 像在我们家 我身边的人 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收看电视 反而看的多是这种短片的 像tiktok 或者是像我 像我太太是看中国 我叫什么东西 都是一些短片 有一些是演讲 有一些是谣言 有一些是讲的路 都是两分钟 三分钟的 不知道什么人 他也不是一个network 不是一个联合网 所以我觉得 这个趋势一定会 一定会往下去 很难去回头 是这样 好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串流媒体 其实美男新闻 作为40年的传统媒体 也是于时俱进 我们开通了YouTube频道 iTalk BB 抖音 西瓜视频等等 一系列的串流 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关注 美男新闻15.3 YouTube频道 我们的频道 有生活 音乐 美食 相似的去哪玩 和最新鲜的新闻 和您第一时间分享 带您度过不一样的每一天 那再一次感谢 各位嘉宾的分享 以上就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就大家度过一个 愉快的假期 下周五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